你身邊的那件是隱事? 我猜是 你是隱事? 你猜是 你是英雄來的 首先很重要的任何想幫助的人都要知道 就是千萬不要想改變人 因為你一定會失敗 包括是你的子女 你不要以為是小孩子 就可以被你控制得到改變得到 你癡心妄想的 首先幫助的人不要嘗試去改變人 那些人就出了 這個這件事情 你一定要知道 這是不是真正的理想 包括你在內 英雄 只是一個模式 只是一個角色 你不止就是這樣 你也有脆弱的時候 你也有想被人去了解的時候 忍者都是一樣的 只不過他習慣地 他的模式就是不知不覺習慣地去隱藏自己 因為他以為這樣做就對天下最好 換言之他裏面對自己的看法是什麽 沒有價值 他不覺得自己做事 因為你想想 他覺得自己對這個世界 講得難聽一點 極端一點就是 我唯一可以貢獻的東西就是不去增添更多麻煩 那你可想而知 他對自己的看法是怎樣的 潛意識裏面 如果你明白到這一點的時候 那你就知道他需要什麽呢 即是說他需要很多的鼓勵認同 譬如說他做到一步的話 因為他很容易退态會縮的 他甚至乎覺得就算做得好 大家稱讚一下 那一剎那他已經覺得很不舒服 已經想退态縮 哇 你們都留意到我 我是忍者 你們怎麽可以留意到我 我見哥哥死的 即我是誇張 但是是這樣的 忍者是會有一種這樣的感覺的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那你就知道一個就是 如果這麽容易退态的時候 他需要大量的什麽 正面的鼓勵 譬如你看到他做一些做得好事 而且不是將他抬到天花疤那麽高的 因為那麽高他又開始覺得 上了縮的了 暴了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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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得多好 那是否這樣的 是 是 對 他對家的感覺我看得清楚一點 可能我不知道 不過我少贊他 可能這個做到 英雄是難怪的 很少贊他 因為英雄目中無人的 英雄最厲害是誰 自己 所以這個是你的功課 這個是你的功課 其實你和忍者在一起 其實是兩個 絕配 你都覺得絕配 我 這個是今晚的bonus 沒有準備講的 其實沒有一個題目準備講 準備了講的 這個是搖搖板 通常兩夫妻 或者在公司上的兩個拍檔 能夠在一個關係裏面 都處於一個平衡的狀態 什麼意思呢 譬如說 你對你老公的抱怨是什麼 舉個例子這樣說 很被動 很被動 好了 你抱軟得他被動 就是說你是他的另一邊 主動 他有多被動 你有多主動 好 那通常呢 主要那個人呢 經常都會說 你主動一點 你主動一點 好 那就是說呢 叫這傢伙呢 走過來 OK 但是那個問題呢 就是什麼 這個法則值十萬 如果你解決的話 不是開玩笑的 如果你叫他走過來呢 如果他真的走過來的話 通常他都不會成功 他不會走過來的 他當然不會走過來的 因為他愛你 所以他不走過來的 什麼意思呢 如果在一段關係上面 是可以保持一個關係的話 一定是要平衡你的 你有半斤 他一定有八兩 要不然他走過來 你們兩個人 整塊揺揺板就會怎樣 這樣就反艇了 那這段關係便可可 OK 所以在這個關係裡面 你們就在一個平衡的位置那裡 OK 好了 只不過那個平衡的位置 你們兩個在那個極端的位置那裡 所以相處起來很困難 OK 那所以呢 其實要學習的東西 不是叫對方走過來 是你要走過去 當你一走過去 他為了要平衡你 在搖泳板上面 你逼著他向前走的 在動能上面 但是也有例外的 那個例外就是 他不玩 好 超級執著的人就會 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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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過來也可以 不行 我不玩這個遊戲了 就是說那個不是你真命天子 OK 那他就會下來的 但是呢 通常一般狀態呢 就是 你會發覺一個東西 你越是 你越是向前走 他就會越是向前走 我們不要用主動 微動 我用依賴和 不要用多了 控制 那你是英雄嘛 那你看家本來是什麼 那你看家本來是什麼 就是控制 還說什麼呢 只有招 每個角色都是只有招 好了 那如果你是控制的話 那通常呢 那當然是很控制 對方一定呈現的樣子 就是 很被動很依賴的 對不對 所以你會發覺他 很不夠積極 很不夠主動 很不夠理想 很不夠抱負 很不夠動能 差不多 成為百分之百 經過ISO9000印證的 忍者 不是爛爺 忍者 那通常 控制肉強的人 就會叫 依賴的人 走過來 OK 但是他走不到過來 你要記住一件事 就是 你有多麼控制 他就有多麼依賴 不是 應該反過來 是平衡的法則 你有多麼理性 你老婆就有多麼情緒化 有些老公就很討厭老婆 一哭就容易罵 跟著就三上吊 整天就六角大風上 OK 他都不想的 大哥 為什麼他會是這樣的 因為你情感抽離 你不肯去感受自己的情緒的時候 他會感受你那份 所以就是說 你多麼理性 他就會多麼情緒化 你多麼控制肉 他就多麼依賴 這是一個平衡法則 如果不是這個關係 平衡不了 玩不了下去 OK 好了 所以現在的問題 並不是說 你這樣對 他這樣是錯 他這樣對 你是錯 沒有對還是錯 只不過因為兩個這麼極端的時候 就很難玩這個遊戲 對不對 所以我們中國人不是經常都說的 看了很久了 有一種叫夫妻相 看起來都好像 像無恥一樣 肥肥得意的 那其實說的一種 怎麼會有夫妻相呢 就是如果在關係裡面相處得好的話 其實兩個人的東西 是由兩個很不一樣的人 開始變成相似的 如果是真的肯去做功課的話 相處得到的關係好的話 但是很多人通常 就是控制肉強的人 當然是 為什麼我要學你 你應該是你學我 你要主動一點 你要積極一點 你要有行動力一點 你要主動一點 通常主要控制肉強的人 是這樣的 這樣被動的人 通常聽到你這樣控制我 我就走不走 逃避 逃避 閃開 所以問題就是你要放下什麼 放下我 你要向前走 那你就會發覺很有趣的 就是 他就會向前走 那我講一些例子給你聽 結婚不久之後 我生了一個兒子 那時候我老婆 就介紹我們被人認識的時候 就說 我老公有一個兒子 但我有兩個兒子 我是大兒子 OK 言下之意 就是說 這個老公是要我去照顧的 那就是說 我是超級的 依賴 那我是超級依賴 那我老婆換言之是什麼 超級控制 超級控制 而且那時候是這樣 她錢又賺得多過我 惡又惡過我 IQ又高過我 140以上 我不知道八二都不知道到不到 只有八一都不出奇 分分鐘 錄影中嗎 沒有所謂的 這些已經是講了幾十年的故事 翻炒完又再翻炒 那些故事 那些故事已經沒有一個是新時期的故事 那些故事 全部都是 有些歷史 那些紫黃色的那些 不是黃業 他就會這樣介紹 他就經常抱怨我 這個不夠 那個不夠 其實是很經典的 那種依賴的特性 慢慢就開始 因為我也上了很多課 自我提升 諸如此類 我就上來了 走去那邊 當我走去那邊之後 沒多久 我就發覺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 我老婆變得懶了很多 因為以前最懶的是誰 我 我 我什麼都不願意 我什麼都指望我老婆去做 但是很奇怪 為什麼你開始變得懶了一些 其實其實他控制欲就開始怎樣 降低了 你控制欲強的人 你停不了 你整天都要動 你整天都要做事 你不做你不安樂 好像壞了洗衣機 不停地轉 不停地轉 壞了就停不了 所以 我就發覺他開始爛了一點 這個很可愛的變化 接下來 另外一件事就是 結婚的時候 結婚沒多久 我老婆一直以來 都是很情緒化的 她整天都和我叫離婚 而且她叫離婚的理由是很古怪的 我告訴你什麼 我不是因為有小三 很愛我老婆 她都知道的 但是她給我的理由 我要和她離婚 因為她都和我說 因為我進入不了你的內心世界 是 聽起來很high 但這幾個字 每一個字我都明白為什麼 湊上這句話 我就好像 不太明白什麼意思 其中一件事 她是一個很感情豐富的女人 我是一個情感刺斷的男人 我很怕碰觸感覺 我很怕自己有情緒 所以我有什麼感覺 我盡量壓抑的 我老婆受不住 如果和一個男人相處 等於同一部會行的電腦 人肉電腦 沒有什麼分別的 資料input 資料output 沒有情感的交流 好了 我上完課後 我就開始懂得去表達自己的情感 開始去接觸自己的情緒感受的時候 我老婆又開始有些變化了 她又變得好像平靜一些了 以前她比你還慘 慘的意思是 她經常都有很多情緒給我看 就算她不會哭也好 我也知道她有情緒 因為她表情流露了 她經常都好像有情緒 我最怕她不相信 老婆Hello 好了 但是當我發現自己有進步的時候 我老婆就會變得更加的平靜 沒有以前的情緒化 所以我們發明了一個叫做馬桶原則 這個馬桶原則是這樣的 如果你家裡的廁所塞了的話 你就會明白這個法則是怎樣運作的 就是當這個男人 比如說老公 有很多的感受 他不肯去體驗 他就壓抑這些感受 你找些東西壓一些 廁所水下去的時候 那家裡另外的廁盤 那個馬桶 那些屎就會怎樣 飆出來的 我家裡最近搬了一個新屋 那個shower 那個去水位 真的會這樣 噴出來 它抑出來都不知道會噴的 我在這裡洗手 那些水又塞了 在shower room的水口 那裏 我沒有找水牛腦 我的業主好人 不過搞什麼 在說什麼呢 就是在說 如果我 尤其是關係要親密 不一定要夫妻的 其實 其實 如果我們關係好一點的話 甚至是朋友也好 你朋友是不是有些東西壓抑 你如果跟他相處久了 你都知道的 如果你覺得他壓抑的時候 你會覺得有點不舒服 OK 其實在說什麼 就是因為他壓抑之後 有些感覺是從你那邊出來的 好了 但是如果我讓在我自己的感覺出來的時候 那這裏就回復正常水位了 所以我們做老公 經常抱怨老婆的情緒是沒有用的 因為那條喉根本是 這個無形的喉 這個情感的喉 在那裡用馬桶法則 這個惡創的 所以不值錢的